凡凡 凡凡 先说凡哥吧 凡哥就 之前就 之前没见过他的时候 就觉得他是一个 很高冷 然后很 就是有距离感的人吧 但是接触之后就发现 嗯 很有庆和理 然后 韦伯哥的话 韦伯哥是 就是 是我们 是我们这代人的年少偶像嘛 然后 然后我们的话 先到目前为止 现在都在卡拉OK厅里面点 韦伯哥的什么快乐崇拜啊 什么不得不爱什么的 然后就觉得 他 他私底下是一个 特别特别幽默 然后特别 特别 特别喜欢 就特别喜欢玩的一个 大男孩吧 对 然后 baby姐的话 就觉得 是 是真的瘦 然后就 比电视里要瘦太多了 然后 哎 就也也也没说 就是电视里胖 就是电视上也胖 就是电视上也胖 不是电视上也瘦 然后私底下也瘦 对 私底下更瘦 然后 经脉的话 对他认识只有一个流浪地球嘛 然后就觉得 现实生活也是一个很可爱的 在 读高三的小女孩 然后 福克斯 就是跟他 在一个房间睡了一天之后 就觉得 相对而言比较亲近吧 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安静 然后很 有自己想法的一个 rapper 哦 印象比较深刻的顾客很多啊 像今天碰到的 一个家庭 然后 带 带着自己的 小公主 然后就上来了 就觉得 特别特别可爱 但是特别可惜 就带他们看了好久好久 大概一个小时 然后 没有买 对 觉得有点可惜 然后 还有像碰到 北京烤家店的老板啊 什么的 都觉得 在异国他乡 碰到 就是 就是我们自己 自己家乡人 就觉得特别亲切 对 昨天还碰到两个 带着小狗的 女孩 她们也很可爱 然后她们 在店里也买了很多东西 对 我觉得最早在我印象里 潮流是在 初中 初中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要穿校服嘛 所以我们只能 做文章在我们的鞋子上 然后就 当时就 开始比篮球鞋 比什么鞋 就是 就是谁穿的篮球鞋 什么好看啊 谁就是 谁就更帅 然后什么 还比自行车 当时 就是那 那时候 那段时候就 大家都特别喜欢自行车 然后就开始 比自行车 比篮球鞋 什么都 对 只能比这些 我最喜欢造型风格 我觉得 就是 我比较喜欢干干净净的这种 就是什么 就是 配小西装啊 干干净净 比较干练一点的 然后 然后 当然我也喜欢运动装 运动装 因为很舒服嘛 会 会 平常出门的时候 会 多试几套 但是 我像下去 去便利店买个东西 我就不会去 试衣服啊 干什么的 但是我去机场啊 去 参加活动啊 我就会多试几套衣服 我觉得男孩子 不需要打扮就很帅啊 男孩子只要 穿得干净 然后 自己舒服 看着顺眼就可以 就不要 穿得太 什么那种 夸张啊 什么的 我觉得 就觉得 男孩子穿得干净就好 嗯 我什么颜色都喜欢尝试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 黑白 然后还有 红色 因为鞋的话 我觉得比较能体现个性吧 就是 因为男孩子 上身穿的 花里胡哨的 我觉得相比之下 鞋子更夸张一点 更好 我不会啊 的确差不多 哦 对 就是我特别不理解 女孩子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口红 就可能相差 相差 颜色就那么一点点 但是 根本就看不出来什么颜色差别吧 就 觉得 没有必要 包包是可以理解啊 就是可以理解 女孩子 因为包包相差还蛮大的 每个包之间 5 6 7 8 9 9